主料,糯米粉100克,抹茶10克,辅量,盐0.5,花生80克,棉白糖50克,芝麻20克,黄油10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糯米粉加入适量的开水搅拌成面团,吃一部分和好的面团放入开水中,煮熟或是蒸熟都行。 取出,将熟面团与蒸面团混合一起揉匀,揉好的面团一分为二,其中一份面团加入墨茶粉继续揉错,馅料分成甜甜两种,先将花生鱼饼干白糖或喝倒碎,分别加入适量的盐,咸的多加点,甜的只是半茶匙左右就行。 加少许的香油和水调湿润,浇面团分成大小香等的剂子,包入不同口味版的馅料,收口,收口向下,压扁。 锅烧热放入没过年糕一半的油,带用温烧至温热将年糕饼,入锅煎双面惊慌即可。 烹饭技巧,以这个点心的做法很简单,没有什么难度,只是在煎的时候,要注意,一定要用小火煎,同时油温不易过高,而煎的时候先将带芝麻的一面向下,这样可以防止芝麻掉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